所以如果说 在现今的乐坛上面 要找到一个做这么高难度的 在双杠上面要做那么高难度的动作 还能够不喘也不走音的 很难找到第二个像郭富城的 你同意吗 很难说 不要谦虚啊Aaron 没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是 地球是很难 是 地球是很难 但是我想 能够可以超越自己 这个组织能够超越自己 我不是要跟谁去 拿个歌手 请来去做一个 做一模一同一样的比较 我觉得没有这个想法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 我没错过 我能够超越我自己 以前的一些表演 然后我就是 这一刻里面我成功 我到达我这一份的目标 是 我觉得目标一直 你只要一直去 往一些你曾经没有做过的事情 来去尝试去挑战 不管成功与失败 但是你还有成功与尝试过 然后我觉得是不枉其声 所以我想这一次演出 能够也受到这么大的荣誉 然后真正 见证我们这个武林真远 才会在舞台上面的震撼 因为这个舞台 是450度的旋转舞台 所以我们协计的时候 基本上是西面的观众 所以新加坡这个 西内体育馆就是最适合 因为它跟香港的 鸿杆体育馆很像 很类像 而且它的协计 让观众可以看得更清楚 更好 坐在每一个点都可以从 其实我们想那个450度舞台 还有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放在中间的舞台 有些时候如果平的舞台的话 山顶的观众看得很不清楚 但是我们这个450度的舞台 就是我们在想的时候 除了要翻过一个 譬如说跳跃过一个地平线 要怎么样之外 而且我们要想到观众的 这个方面 就是协计这个舞台的时候 当你翻整个舞台竖起来的时候 在山顶的一个观众 可以看到你很清楚 所以整个舞台在转动的时候 基本上在每一个角落 都可以看到你很清楚 这个是我们协计的时候 为了观众来 搅想的其中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750度舞台 它的优势就是 不管你坐在哪一点 你都可以感受到 这个舞台的震撼 是因为一般的这个演唱会 可能买比较便宜的票的朋友 就不怎么看得见 对不对 就带望远镜 是 所以看你演唱会就不用了 就不需要了 是的 好来 现场的媒体朋友 有没有问题要问 今天现场来了 很多很多的媒体朋友 而且我可以提一点 就是这一次舞台 是全新做的 是 因为我们这个 大家所看到一个 画面所有的一个 这个舞台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 20越长的一个 大型的转动 还有翻滚 所以它有疲劳 所以我们为了整个演出 还有确保我们的安全 所以为了这一次 新加坡的演唱会 我们不是公本 就是把这个旧的舞台 用完在台湾中完之后 我们已经把它毁掉 这是全新的 重新再做一个新的 对 到新加坡来看的时候 大家所看到这个舞台 是全新的 可是跟之前相当的 全新的话 一定会有modify 一定会modify 可能会有更好的一面 可以观众 我也很期待 因为我也没有看过 还没有踏上去 我没有踏上去 一个新的舞台上面 所以我也很期待 到时候这个新的舞台会怎么样 好的 来 现场媒体朋友 秋燕 我想在这个演出的时候 我们所编排的整个流程 跟run down 其实我觉得 那我希望可以跟台湾 这个演唱会有一点像 因为我想 从我出道的时候 从台湾开始一直到 回流到香港的 一直以来 我想新加坡的歌迷 是最快能够接触到 我在台湾市场的 这个时间里面的一些音乐 所以我希望可以尽量 把台湾的这个 整个的一个 编排方面的一个 run down方面的 希望可以能够 可以在新加坡里面 因为台湾的run down 跟香港的演出 run down是有一点不一样 主要是在曲目方面吗 曲目方面也有些是用国语 而且是广东话 所以我想 暂定的希望是可以 多一点华语的歌曲 当然我们会 还有看到很多 因为这次来 看到我们晚一点 也会看到一些 我们新加坡的歌迷 到时候他们也会 给我一些意见 是 因为我的run down 已经在两首准备 基本上左手跟右手 基本上你叫我出来 别人来一个 我也都可以 但是我想要 选一个最好的 来新加坡去表演 但是最重要 所以如果新加坡歌迷 要第三份run down 我们自己排的 对 可以吗 Haren 都可以 都可以 没问题 好的 来 现在还有没有问题 要问 我们的媒体朋友 今天来了 8days的朋友 Jonathan 有没有问题要问 大家都很害羞 那其实呢 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 有一点大家是非常 excited的 你的水舞台 水中舞台 对没错 水花舞林 没错 水花舞林 所以很多人都在讲 看到香港啊 看到台湾啊 都有带水枪进去 所以大家都玩得很乐 你会期待这样的画面 能够重现在新加坡 我希望可以大一点的 真的吗 你这是下战书吗 对啊 我绝对没问题 因为我是有保护的 真的 因为以我的经验 我做了节目多长 当我在水中跳过的时候 然后 当然有很多歌迷 他们早要准备了 是 他们又带了很多不同 各式各样的一些水枪啊 一些能够可以 尽量把我身上都可以 淋湿的一些用具啊 他们都来来了 是 我看过一个很大的 一些水枪 然后不晓得在新加坡 能够买到更大的 所以当媒体帮忙宣传一下 都要挑战过附成 对啊 其实我在新加坡 我想 非常非常适合这个水花舞林 因为我想 新加坡的观众 还有歌迷 歌迷们 他们给我的印象 都是非常热情 非常奔放 所以我想 能够可以在 跟我这个 有一个水花的互动的话 我想他们一定会很乐 而且我想到时候 基本上我们会 本来要准备的 就比如说一些 雨衣啊 或者雨伞啊 当然我想在新加坡 绝对不需要 很多人都不打算 带雨衣跟雨伞来 或者是女孩子 可以做比基尼莱的 穿比基尼莱 没问题 我觉得是非常好 这个整个 我想应该 好像在最后一个 最后一幕的时候 我想大家好像 在一个市内的 一个海滩里面 我们先去跟我们的 警方单位查一下 可以穿比基尼 进行到 stadium吗 为什么我们可以啊 这个 fashion男的吗 这个有一点 我穿的很性感啊 我也穿的很性感 大家一起性感不好 真的啊 好好我们查一下 我们查一下 那其实这一次 比如说在服装方面 看到香港台湾的 哇哦 都很炫 这些服装都会延续到 新加坡这一场吗 我们这个武林真远唱会 做完我们第一个part 1的时候 因为反应太好 太好了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part 2 然后part 2 我们基本上 就是把整个造型都会改 那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但是第二次的时候 因为这一次也是我们的美俗大师 张书平先生为我打造的 整个造型 其实我想他的灵感 赋予我在舞台上面的郭富城 我想是有一个很新鲜 很新鲜很新鲜的一个感觉给我 然后这一次我想 因为他所设计出来的所有的服装 跟我们的舞蹈 还有我们的整个音乐 我们的跳舞的风格 还有每一个部分 他其实都影响了很久 才想出一些很漂亮的衣服 跟舞群一起 能够在舞台上面 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想这一次 既然我们是武林真远演唱会 整个舞台 我也希望可以把part 2部分的 这个最好的一个一面 然后在真的在这个演唱会里面去 让大家可以现场可以看到 这个他的这个 这很优美感 所以我想造型方面 我想应该不会有大大的改变 改变的话可能是自己的发型 因为这个时候我在正在拍一部新的电影 陈沐盛的电影 就是冲锋线 全程戒备 对不起 全程戒备 这个战定的一个名字好像 可能不晓得他后来会不会改 因为现在我们因为我们要拍一部电影 肯定要有一个名字 就是全程戒备 全程戒备就是因为成就是郭沐盛的成 全程戒备就表示 因为这一部电影是陈沐盛的一个新的尝试 因为我很开心从《三叉狗》之后 景匪的电影为主 那这次呢 它是一个科幻的动作片 所以是非常特别 是 里面也有一些特辑在 在这部电影里面会出现 我们期待 科幻特辑 科幻特辑 动作片 对 是 比较特别 好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